三十二题,三二三三是体组 三三上课快迟到了 他赶紧背着十公斤中的书包在五秒内 沿着楼梯等速力冲上四公尺高的二楼教室 假设三三的体重为五十公斤重 且重力加速度为十公尺秒平方 请回答三十二题跟三三题 第三十二题是问 三三背着书包从一楼到二楼 他必须克服重力做工多少交了 这一题,同学在做了题目的时候 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我们要背着书包上去 所以呢,做工就是力量去乘以位移 那书包有十公斤重 但要换成牛顿,所以要乘以基值是十 然后高度上升了四公尺 所以答案呢,就是四百交了 这样做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呢? 因为三三要踩上楼的时候 他除了要克服所谓的书包的重力之外 他还必须要克服自己本身的重量 所以呢,我们的做工呢,是力量乘位移 我要克服的重量有三三的五十公斤 加上书包的十公斤 所以有六十公斤 再乘以基值时换成牛顿 再乘以高度四公尺 所以答案应该是六十乘以十乘以四 答案呢,应该叫做六百乘以四 叫做两千四百交了 所以呢,我们第三十二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两千四百交了 所以第三十二题 问我们说必须克服重力做工多少交了 我们要选租两千四百交了